八萬八千二百七十七《太陽報》官媒指否決政改後果院非遺憾 2015年5月26日港民A08本報信 政改爭議持續 特區政府至今仍未獲足夠支持票通過特首普選方案 內地官方媒體發表評論文章指 身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會議員與真心關切香港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 就應本航光市負責態度對普選方案作正確選擇 如通過方案將使香港民主發展實現歷史性飛躍 若果方案遭到否決政改無法推進 香港社會勢將繼續陷入爭拗及內耗 很多深層次矛盾仍然無法得到妥善解決 其效果院非遺憾而自可以概括 內地官媒於文章中指出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揚言捆綁否決政改 中央政府始終堅持開城報公的對話溝通 致力於消解分歧 凝聚共識 文章提到 港澳事務主要官員於週日將在深圳與立法會議員就政改展開充分探討 相信經過理性務實溝通 能讓反對者認清大勢 回到推動落實普選的正度上來 另有政黨於本月13至18日委託香港民醫調查中心 以電腦隨機抽樣訪問一千多人 有六成二市民支持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 表示反對的有三成二 支持及反對比例都是三次與內民調比例中最高 稍後